香港它现在就比较复杂 因为现在已经是有持续性的社区传播 而且它的这个区域可以说全港的18个区都存在这种现象 它的时间也比较长 总体人群的感染水平也比较高 那具体某一个感染者他是被水感染的 他感染以后他的活动轨迹如何 就是部分是从技术上 包括从查明这种感染的来源和它的来龙去脉 行动轨迹上 从人力资源 包括到技术的这一块 都是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绝对在这种情况 我们绝对不是说我就躺平了 他要实行动态侵略的总方针 当下的核心就是要确定最优先的阶段性目标 这就是当下香港抗击新冠病疫情最紧迫的 最优先的阶段性目标 那总的目标我认为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种疫情 应该人群不再感染